内地暴雨持续超过一个月 当局公布长江上游形成今年一号洪水 水利部门启动4级应急响应 年日暴雨 重庆有高速公路山泥倾石 泥石压位路面中间的栏杆 汽车无法通行 市内的寿山隧道顶部滲水 货车洗过都要经过泥水的洗礼 所有人员全部清除 不要在水下楼 关注河断里面的水 关注范围的情况 至于在云南超通 清晨有警车不断巡街广播呼吁民众疏散 200多名居民避过山洪 内地连续31日发布暴雨预警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 今个月中国西南、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降雨 仍然较往年同期偏多 提醒各地要加强防范暴雨洪漏 和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民局公布 长江2020年第一号洪水在长江上游形成 当局说受强降雨影响 长江上游降流、污江和三峡区间的来水明显增加 导致三峡水库来水快速增加 在早上10点 日库流量上至每秒5万立方米 已经达到洪水偏好标准 同时也发布污江 长江上游三峡库区等地的洪水蓝色预警 提醒沿岸的民众要防范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穎报导 照片 谢谢大家